第四个问题 对佛非常尊敬 在佛像前照相 因照相技术不佳了 结果佛像没有照权 这样问题如何解决 是否有罪怎样消罪 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是对佛非常尊敬 尊敬不是在口上 也不是在这些礼节上 总的要记住 佛法重师智不重心事 形式上再恭敬 没有依教奉行 那不是尊敬 一定要把佛的教训落实 才叫真真尊敬 佛教给我们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师善业 我们做到了没有 做到这叫尊敬 没有做到这个不尊敬 普贤菩萨教给我们 礼尽祝福 祖师大德 跟我们说明 不服 有过去 像世尊为我们讲的万佛明经 里面讲的过去 有现在 还有未来佛 未来佛是谁呢 一切众生 既是未来佛 我们的尊敬 通通要尊敬到 我们得罪一个众生 就是得罪一尊未来佛 我们轻慢一个众生 就是轻慢了未来佛 我们要以尊敬佛的 这个心 敬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这才叫做礼佛 礼尽祝福 我们人与人 想尽 都有个礼貌 我常常讲的 人与一切 鬼神 见面 也要有礼貌啊 为什么呢 一切众生 包括鬼神 在其中 他也有佛心 他将来也会做佛 我们怎么可以轻慢 我们今天在新加坡 跟九个宗教往来 每个宗教都供奉 他们所崇敬的神 我们走到他们的教堂 走到他们的寺庙 见到他们所供奉的神明 我们要懂得致敬 纵然不跪下来 顶礼三败 至少功功尽尽的三文迅 不能上法 我们修佛的人 遇到了个土地公庙 神庙 我们看到一些神像 问一问 要不要拜 要拜啊 最低限度 也要恭恭敬敬的 一问一问 跟我们见到人 打招呼一样吧 见到人 你们都去 是后掌 阿弥陀佛 你今天好吗 遇到土地公也不例外 也给他一个外星 你今天很好吗 一样的事情吧 人与鬼神 要有礼貌 这些 互视的鬼神 我们对他好 他对我们好 我们对他 没有礼 他也会有的时候 找麻烦 就要懂得这些道理 知道这个恭敬 使用在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五 我会有两句话